大家好 欢迎收看凤凰每周快讯 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头条新闻 美国财长雅各布鲁周二撰文 督促中国推进市场经济改革 希望习近平主席在防美时能表态坚持改革 而习近平在防美前接受外媒采访时指出 中国正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调整经济结构 更多的新闻内容请继续留意 晚上播出的凤凰每周新闻 欢迎回来让我们来继续关注 全美各大主流媒体的新闻消息 美国西海岸时间9月22日上午 中国国家主席邢近平一行 抵达美国西海岸工商业重镇西雅图 正式展开受到国际间广泛关注的国事访问 美中双方官方公布的行程显示 习近平一行将在西雅图逗留三天 与当地工商科技领域的领袖会面 然后再启程前往华盛顿特区 会晤美国总统奥巴马 据悉习近平一行在西雅图逗留期间 除了将会晤波音和微软的一些工商领袖人物之外 还将走访波音公司在西雅图远郊埃佛里特的生产基地 2008年美国华生公司生产的华生酱和杏仁酱 受沙门市军污染导致救人死亡 周一美国法院判处 美国华生公司总裁61岁的帕内尔 28年有期徒刑 帕内尔的弟弟米高帕内尔被判20年 前经理女经理威尔克森被判5年 帕内尔的代表律师认为 法院对帕内尔的量刑过重 说此行期与终身经济无异 表示会继续上诉 帕内尔被指控在明知华生酱 被沙门市军污染的情况下 伪造华生酱的合格检测报告 欺骗消费者 据称事发时被污染的华生酱 在美国46个州出售 波及面极广 当局收到的投诉信多达700多件 事发后 美国华生公司宣告破产 好了 让我们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将为您带来 各大平面媒体的新闻消息 请锁定我们的频道 欢迎回来 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全美各大平面媒体的新闻消息 当地是金21日下午 美国海军一架FA-18超级大黄蜂战机 在美国加州一个军事基地附近坠毁 飞机驾驶员成功弹射逃生 报道称 这架坠毁的超级大黄蜂战机上 仅载有一名飞行员 飞行员成功弹射 并通过降落伞安全着陆 其一状况良好 加州高速公路巡警称 战机在距离勒木尔海军航空站 三英里的土地上坠毁 坠机引起的起火被扑灭 事故没有导致道路关闭 目前尚无这起事故造成人员伤亡或破坏的消息 伦德伯格调查公司日前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 全美全国汽油的平均价格过去三周内 下跌了0.27美元 至美加伦2.44美元 创下自2008年经济大萧条以来的最低水平 德伦伯格公司表示 和一年前相比 司机现在购买汽油可节省超过1美元 汽油均价下跌 主要是因为供应量在不断攀升 南卡罗莱纳州的查尔斯顿 汽油价格为美加伦1.94美元 是全美国汽油最低的城市 近日魁省蒙特利尔东边的一座小城被一股动物腐蚀的味道笼罩 一家公司在当地的堆肥中心埋放了3000多吨的冰冻虾 但是由于最近气温很高 解冻比公司的雨期快 臭味很快地蔓延开来 这些虾原属于附近的一家生产零虾油的公司 但是公司产房几年前发生爆炸 因此停产 2012年到货的这批虾一直储存在冰柜里 几年过去公司一直没有为他们找到别的用处 经营对北中心的GSI环保公司接手处理 却对3000吨腐烂的虾所能释放出的味道 缺乏正确的估计 该公司表示 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接受爱产品 接下来是美股受盘板块 让我们来联系纽约的记者赵冰晶 冰晶您好 昨天美国股市高开高收 为何今天市场上又全线下跌了呢 您好主持人 受到欧洲股市的拖累 周二美国股市是大幅度的低开低走 道指开盘及下滩了200点 盘中也是震荡下跌 大指的跌幅是一度超过了2% 原材料板块领跌大盘 今天的欧股市大面积的暴跌 油价重挫2% 以及投资人对于中国经济的担忧 是成为目前压在美股身上的三座大山 那么在欧洲方面 我们看到大众汽车是连续两天出现悬崖式的暴跌 今天是再度暴跌了20% 两天之内市值是蒸发掉了300亿的欧元 美国环保署的指控 大众汽车的某些柴油车型的有毒排放量 超过了美国的标准 舍得大众汽车是深陷了作弊丑闻 并且很可能面临高达180亿美元的罚款 那么在亚洲方面 周二亚洲开发银行 是将2015年中国GDP的增速预期从7.2% 下调至了6.8%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是在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 接受了华尔街日报的专访 表示尽管最近经济下滑 中国政府仍然准备进行全面的经济改革 但是这些言论 未能够安抚市场的情绪 衡量市场恐慌情绪的指数 VIX今天是暴涨了16% 显示出投资人心中的不安 本周在经济数据上是相对比较安静的 不过有多位联储官员的讲话 吸引了市场的关注 他们大多表态 美联储在年内加息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这也是让市场的担忧再起 来自中文投资网的基金经理 沃尔王先生表示 昨天就已经提醒投资人要警惕 市场是真的反弹还是回光反账 那么今天大众汽车的排气丑闻 再加上生物股的暴跌等消息 是再度的拉低股指 所以沃尔先生表示 大盘远远还没有见底 建议投资人小心谨慎 好的 那生物一样板块 连续两天出现暴跌 对此人家如何看 是否干板块的泡沫已经破裂了呢 今年上半年涨势最好的板块没有之一 生物一样板块是这两天 全面的回调 从昨天早上到现在呢 是跌幅接近8% 主要的原因呢 是昨天美国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 希拉里克林顿发布推特 表示说将会严惩 目前哄抬药价的现象 就此问题呢 我们采访了生化股的专家 Brad Jensen Jensen先生呢 确实认为说 这看起来呢 更像是一场总统选举之前的 政治闹剧 Jensen认为 抨击昂贵的医药行业呢 一直是民主党长期坚持的政策主题 即便是希拉里真的竞选成功 共和党也不太可能会容忍 在ObamaCare实行之后 再次放任民主党 干涉医疗领域 那么周易医疗板块的下跌呢 在Jensen先生看来 更是市场收到消息 所以产生的短期的波动 能否会对大事造成影响呢 还需要投资者密切关注 好的主持人 好的谢谢宾敬 那以上就是今天 凤凰每周快讯的全部内容 详细的新闻内容 请继续收看晚上播出的凤凰每周新闻 如果你想关注更多的每周新闻 欢迎加入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pstv.us进行订阅 我是一不要走开 广告之后 我们继续为您带来奉点微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